著名财经评论员石寒冰在美国半个月专心观察对比中美物价 对比的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国内一套三万元左右的阿玛尼西装在美国只要五百美元 一台国内五十万元左右的宝马Z4美国标价只有两万一千美元 如果换一种方式比较差距或许更加显眼 一杯咖啡只要两美元 看一场电影只要十美元 分别占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万分之六和千分之三 而在国内同样的比法得出的数据是百分之一点三和百分之三点五 相当于美国居民负担费用的四十五倍和十二倍左右 通过半个月的走访石寒冰的调查结果是 除非涉及到人工服务 比如理发或涉及知识产权 比如图书音像之外 美国商品的价格普遍低于国内 就连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商品飘洋过海之后 常常也比国内便宜百分之五十以上 差别最大的还是房价 同样是在去年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的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聂辉华观察到 在美国的二线城市 两百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价格四十万美元左右 一个中产阶级奋斗七八年 就能够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最新研究显示 美国人买房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Made in China需要四年 纽约需要五点七年 洛杉矶需要五点九年 而在北京 面对校园周边 每平方米超过四万元的房价 聂辉华按照现在的工资计算了一下 即使去买每平方米两万元的商品房 这个三十岁的副教授 也要奋斗到六十岁 才能够拥有一套一百平方米的房子 这进口商品贵多多少少咱还能接受 可是咱中国自己制造的商品 国外卖的反倒比咱国内还便宜 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有人就说呢 国内商品比美国贵 这是因为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 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 导致了商业银行贷款急速膨胀 致使国内广一货币供应量超过了美国 同时呢 中美贸易顺差不断的在拉大 从而再次增加了货币流通量 推动了物价上涨 不过呢 也有专家认为 关键在税收 有专家统计 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以来 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速 几乎每年都是GDP增速的两倍 而在中国现行的税制格局之下 70%以上的税收 来自于增值税 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环节 剩下不足30%的税收 来自于企业所得税 和个人所得税等收入环节 这就意味着 无论是哪国制造 只要流入中国 就将背负上这些间接税 数据显示 中国商品中所含的税 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高 是美国的4.17倍 是日本的3.76倍 是欧盟15国的2.33倍 比如在中国商场里出售的 100元女性化妆品当中 会有14块五毛三的增值税 25块六毛四的消费税 以及4块连二分的承建税 但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 零售价格的44.19% 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 环节的间接税收 保守的说 政府税收对于化妆品的最终价格 至少要贡献50%以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维森就认为 一个中国制造的产品 尽管不需要承担远渡重洋的交通成本 却要在国内一路承担重重收费 甚至是罚款 有数据显示 物流成本占制造业生产成本的 40%至60% 1000克货物从上海运到纽约 只需要1块5毛钱 而从上海运到贵州 却需要6到8块钱 出口国外运输费 比在国内还要便宜 而商品进入超市商场之后 还要面临上架费 月返费 广告费 促销费 年节费 等等这些费用 这些费用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来买单 中美物价对比带给我们的是 关于生活质量的思考 物价上涨并不可怕 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的同时 是否带动了人们收入的增长 是否能够降低税负 那么同时呢 也在提醒我们 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让广大的人民 能够真正分享到发展的过程